小城镜开采出大矿 可采资源量世界领先 重庆福林靠液炎气 能成为下一个沙特吗 液炎气其实就是一种 发育不成熟的天然气 和咱们平时燃气灶里的气体一样 主要成分都是甲烷 几年前深水里面的生物 死掉之后随着泥沙沉底 一层一层的堆起来 压实了变成了像输液一样的岩石 就叫它液炎 液炎里的有机质分解 经过一些的复杂变化 生成了咱们需要的甲烷气体 一般来说这个甲烷气体是吸附在一些空隙 或者粘土矿物表面的 但是吸多了总有吸不下的时候 就溢出来跑到液炎的裂缝里去了 变成了咱们今天了的液炎气 如今要说液炎气就绕不开弗林 就拿弗林的胶石镇来说吧 这里产出的液炎气 甲烷含量超过98% 不含什么硫化氢二氧化碳 妥妥的清洁能源 这可是一般的天然气比不了的 弗林靠着液炎气可真是没少做贡献 21年中国石化弗林液炎气田 日产量就将近2000万立方米 啥概念呢 能满足4000万户家庭的日常用机需求 相当于三个重庆市的用量 到今年7月份 弗林液炎气田给长江年70多个城市都供着气 说不定啊 你今天吃的午饭 就是用弗林的液炎气烧出来的 小城区开采出清洁能源 从此经济原地起飞 弗林这个小城区是怎么用好液炎气的 重庆的小城区弗林 给长江经济带上的6个省70多个城市 两亿多的朋友都供着一种清洁性的天然气 液炎气 可以说呀 这个城区靠着液炎气原地起飞 首先 弗林的地理位置实在是靠谱 不仅有液炎 还天然有一些小缝隙 就差原地呐喊 我这开采最容易 快来我这搞气田 同时啊 弗林政府虽然开采液炎气 但依然很重视环境 气田实现网电钻机全覆盖 电区压烈设施也一直在推广 不仅能源消耗平均可以降低33.2% 噪音也大大下降 甚至能看到小鸟停在扩压裂平台上 而且啊 对于液炎气产出水的处理也是非常重视 毕竟旁边就是乌浆 如果污染 可就污染了一大片流域 弗林专门设置水处理站 有15座收集泵站 50公里长的收集广网 每天能处理1600立方米产出水 和普通的企业污水处理标准不一样 用了预处理 加双模减量化 加蒸发结晶的工艺流程 废水回用率达到了100% 这水处理起来还不只是不污染环境 甚至可以同时产生工业炎 瞧瞧人家 还能顺带搞搞副业卖点钱 最厉害的是 福林业烟气田连续8年 没有井喷失控事故 没有工业火灾事故 也没有环境污染事故 可以说呀 是绿色典范 在当地生活的老哥 不仅享受山清水秀 还能用着便宜的业烟气 彻底告别煤烟 谁看了都得说一句 太安逸了 中国小城产业炎不算本事 最牛的是开采技术弯倒超车 不仅超越老美 甚至让沙特都想跟咱合作 夜延气是天然气中的清洁能源 重庆的小城区福林 因为夜延气成为了川气东宋的主力之一 但咱们的夜延气一路走来 还真的是很不容易 世界上先勘探夜延气的是老美 咱们12年刚突破夜延气勘探商业开发 而老美截止到08年底 探明的储量已经有9289亿立方米了 这速度差得不是一点半点 不过呀 老美的夜延气大多都在平原 深度也不会超过2000米 结构简单好开采 咱们呢 虽然可开采的储量是世界第一 但深度大多都在2000到4000米 甚至更深 夜延构造也复杂 厚度小 还经常遇到地下核溶洞 就像一个瓷盘被摔碎了 是埋在大山里 开采难度很大 面对这些世界级难题 咱们研究的晚 经验技术设备人才要啥啥没有 那咋办呢 只有创新 从进口20万一个的可钻石桥塞 到自己研究出2万一个的可融桥塞 靠的是上千次的材料试验 不仅做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还把全球的钻井桥塞价格都打了下来 以前打一口夜延气井 要花1亿元 现在呢 关键技术百分之百国产 四五千万就能搞定 不仅如此 咱们现在的夜延气开发配套技术体系 和北美没啥代差 甚至有的地方比它们还要厉害 沙特都想跟咱们合作 用咱们的技术 去开发他们国家的夜延气 夜延气的开发史 可以说是靠着中国速度 硬把难变成了不难 我是X4情报员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